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在建立时 建立者都会为其取一个国号 作为政权建立的标志 那么这些国号的由来是什么 代表什么含义呢 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下 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它的国号来源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来自不足名 他认为夏族居住在夏水 也就是今天的汉江 因此取足名为夏 有人认为来自封号 因为大宇曾经受封在扬笛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宇州 为夏伯 也有人认为来自地名 夏族的居住地 有夏之居大夏的地名 演变为部族名 后来又演变成了国号 还有人认为夏是夏族图腾的象形字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 总之目前学界对此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因为夏朝离现在实在是太过遥远了 有关夏朝的史料极其稀少 目前也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 甚至它是否存在 在学界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因此关于夏朝国号的游览和含义 恐怕一直都会争论下去 商朝的国号来源于建立者的部族名 商 那商族为啥要以商作为部族名呢 流传比较广的一种说法是 商族的始祖契 因为帮助大宇治水有功 被封在了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有三种说法 陕西商洛 河南商丘 还有一个就是商河 也就是今天的张河 于是以后就以商为部族名 承汤建国之后呢 便以此为国号 不过这种说法也有学者质疑 认为商族族名的来源 不是因为商这个地名 而恰恰反过来 商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商族定居于此 所以才得名商 商朝的另一个国号是阴 史记里记载商朝历史的内容 就叫阴本纪 传统说法是 承汤建国时 建国号为商 到盘庚迁都于阴后 国号就改为了阴 阴呢 就是今天河南安养 不过后来根据在阴虚出土的甲骨文发现 商朝在迁都后 还是称自己为商 没有发现称自己为阴的记录 因此呢 有学者认为商朝自始至终 都称自己为商 那因是周朝 以及后世文献 对商朝的称呼 周朝的国号 也是来源于建立者的部族名 周 那周族为啥要以周 作为部族名呢 传统说法是 因为周族的一位首领 骨功胆负 带领周人 迁居周园 那就是今天 陕西省宝基市 福丰县 齐山县一带 所以此后改族名为周 但是有学者持不同意见 那认为周族的族名 不是因为所居住的地方 是周园而得名的 相反 周园这个地名 是因为周族定居而得名的 一个重要证据是 从出土的甲骨部词中看 早在骨功胆负 以前的商王武丁时期 那就已经出现了周族之名 那周族的族名 是怎么来的呢 我看到的一种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这个 通过观察甲骨文 金文里的周子 那你看这个字 它的形状啊 特别像是在田中种核 就种庄稼 周人的始祖后继 擅长种植农作物 长时间里 周人也以重视农业为特征 因此呢 就以周 作为自己的族号了 到了骨功胆负的时候 正式建国 以周为国号 成为了商朝 位于西边的方国 到了周五王的时候 周国灭掉了商朝 建立起了周王朝 周朝以平王东迁为分界线 之前的因为定都在浩京 今天陕西的西安 相对来说在西边 所以史称西州 之后的呢 因为迁都到了洛义 也就是今天河南洛阳 相对来说呢 在东边 所以史称东州 秦朝以秦为国号 他的由来是 在西州时期 秦人首领秦妃子 因为为周王是羊马有功 周孝王将秦妃子 封在了秦这个地方 就是今天甘肃天水那一片 此时呢 秦只是周朝的附庸 后来秦相公 因为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 被封为诸侯 秦国正式成为了 周朝的诸侯国 秦也就成为了国号 这就是秦国 到了公元前21年 秦王嬴政灭掉了国 一统天下 此后便称之为秦朝了 汉朝国号的来源 是由于当初项羽 分封诸侯的时候 封刘邦为汉王 因此刘邦成帝后 就把新建立的王朝的国号 定为了汉 项羽为啥给刘邦的封号 是汉王呢 因为他给刘邦的封地 是在巴蜀汉中 都城在南正 就今天陕西上汉中市 南正是秦朝 汉中郡的治所 所以他给刘邦的封号 就是汉王 当初刘邦率先进入关中 按照约定 应该被封在关中 但是项羽不想履行承诺 借口 属汉中也是关中 于是就把刘邦的封地 改到了巴蜀汉中 封其为汉王 刘邦本来一开始 是不愿意接受的 萧和就劝他 其中说了一句 语曰天汉 其称甚美 古语不是有天汉的说法吗 这是多么美好的称呼 刘邦这才接受的 天汉也就是兴汉 和汉 指的是天上的银河 汉朝以王莽代汉建新 为分界线 之前的因为定都在长安 就今天陕西西安 相对来说在西边 所以始成西汉 之后的 刘秀恢复了汉氏天下 因为定都在洛阳 相对来说在东边 所以始称东汉 根据出现的时间顺序 也可以分别称之为 前汉后汉 王莽建立的 新朝的国号的来源 有两种说法 一是汉成帝 封王莽为新都侯 封帝在新都 就是今天的河南省 南阳市新野县境内 正是从新都侯的位置上 他一步步坐到了大司马 汉埃帝即位后 他被迫卸之隐居 返回新都 后来又被召回 一步步成为了 皇帝取代了西汉 因此新都既是 王莽的发迹之地 也是王莽的再起之地 所以他以新为国号 二是新与旧相对 他的本意是改旧 更新革新 西汉后期在天人感应 武德忠实说的影响下 朝野上下涌动着一股 以新德代替旧德的思潮 在此背景下 王莽以新德的代言人字句 要隔汉而立新 废流而兴亡 最终代汉自立 因此定国号为新 当然我觉得 王莽当初他定新为国号的时候 也可能这两层考虑都有 曹魏的国号是魏 源于曹丕代汉成帝之前的封号是魏王 曹丕的魏王封号来自曹操 当初曹操因为击破袁绍之子 袁尚得到了祭中 占据了叶城 就是今天河北省邯郸市 临璋县西南 叶城是汉朝魏军之所 魏有高大的意思 是美称 于是汉县帝封曹操为魏公 后来进封其为魏王 曹操死了之后 其子曹丕继承了魏王的爵位 另外当时流行一句称语 代汉者当屠高 就是说代替汉朝的将会是当屠高 那当屠高是谁呢 有人就解释 这是魏的意思 因此曹丕定国号为魏 也是为了应称 史称曹魏 以皇帝的姓氏加在国号之前 以便于和后来南北朝时期的 北魏东魏西魏相区分 属汉的国号是汉 这个国号的来源就很简单了 因为刘备自称是中山静王之后 一直以兴富汉氏为旗号 因此定国号为汉 这是为了表明其建立的政权 是汉朝的延续 以显示政权的正统性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蜀汉的国号是汉 不是蜀 也不是蜀汉 我看有的书还有文章 写着刘备建国号为蜀汉 这是不对的 至于一些电视剧上 蜀汉军队的军旗上面写着蜀 更是错的 是不符合史实的 当时曹魏为了否认蜀汉的正统性 往往会称其为蜀 西蜀 但是蜀汉是自己 他是不会这样称呼自己的 蜀汉是后人的称呼 是为了和西汉东汉相区分 也可以叫济汉 济就是晚期最后的意思 东吴的国号是吴 它的来源是孙权具有的江东之地 在秦汉时习惯称其为吴帝 因为这片地方在春秋时属于吴国 孙权的父亲孙坚 那就是东汉吴郡赴春人 各个孙策曾被东汉朝廷封为吴侯 21年孙权向曹魏称臣 曹批封其为吴王 229年孙权称帝的时候 就以吴为国号了 史称孙吴 又因为三国事情上吴国位于东部 所以又被称为东吴 晋朝的国号 源于司马延在取代曹魏前的封号是晋王 司马延的晋王称号 继承的是他父亲司马昭的 263年司马昭被曹魏朝廷封为晋宫 264年晋封为晋王 265年司马昭去世 其子司马延承袭了晋王的爵位 这个爵位名称之所以是晋 一是因为司马家的籍贯 位于河内郡温县 就今天河南省交作式温县 这个地方在春秋时属于晋国 二是给司马昭的封地总共有十个郡 这十个郡加起来 与春秋时晋国的疆域范围大体一致 晋朝以晋敏帝投降前兆为界限 分为西晋和东晋 和汉朝一样 也是因为都城方位所做的区分 西晋的都城在洛阳 末期迁都长安 东晋都城在建康 就是今天的南京 不过和汉朝不一样的是 汉朝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 那都是大一统王朝 而晋朝 他只有西晋是大一统王朝 到了东晋 就只剩下南方的半壁江山了 在西晋末期 中国北方和西南方 进入了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之称 源于北魏史学家崔弘 所撰写的十六国春秋 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 北方和西南方向 出现了20多个国家 只不过崔弘写史书的时候 只选取了其中实力较强 国座较长 比较有代表性的十六个国家 这十六国分别是 前梁后梁北梁南梁西梁 前烟后烟北烟南烟 前勤后勤西勤 前赵后赵 胡夏成汉 简单点可以记为 五梁四烟三勤二赵 胡夏成汉 这些国号的来源 绝大部分都是基于 各个政权所在的地域 五梁 前梁后梁 北梁南梁西梁 他们的国号来源于 他们的主要统治区域 在汉朝还有晋朝的梁州地区 主要就是今天 甘肃大部分 内蒙古西北部 因此就以梁为国号了 至于国号前的 前后北南西 这些方位词 是史学家为了方便做区分家的 要不然五个政权的国号都是梁 史书在记载 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就乱了 四烟 前烟后烟 北烟南烟 其实还有个西烟 但是因为存在时间太短 国力也不太强 所以十六国里没他 这些政权 全都是鲜卑慕容部创立的 当然北烟的情况特殊一些 他的开国皇帝高云是高国黎人 不过毕竟他是后烟皇帝 慕容宝的养子 还被刺性慕容 所以也可以算进去 最早建立的是前烟 他以所在地为战国时 烟国旧地 所以定国号为烟 后烟北烟南烟 都是在前烟灭亡以后 由前烟的皇室成员建立的 他们都沿用了烟的国号 三秦 前秦后秦西秦 由于这三个国家的开国君主的 集贯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境内 且建国时的主要统治区域也在秦国境内 所以都定国号为秦 其中前秦是十六国里国力最强的 曾一度统一北方 二兆 前兆后兆 前兆又被称为汉兆 因为他一开始的国号是汉 他的建立者刘渊是匈奴人 他认为历史上汉朝曾与匈奴和亲 因此他是汉朝的外甥 祖上也曾经与汉朝皇帝约为兄弟 现在兄长去世了 由弟弟继承家业 那不是应该的吗 于是定国号为汉 其实不过就是想借此拉拢人心 争取汉人的支持而已 到了刘耀统治时期 改国号为赵 源于刘耀之前被封为中山王 中山是战国时赵国的国土 前赵众臣石乐 因不满刘耀的统治 于是自立 国号也称赵 因为石乐之前曾被封为赵公 甚至一度差点被封为赵王 所以他也以此为国号 胡夏的建立者赫连伯伯是匈奴人 他认为匈奴是下朝人的后裔 自己是大禹之后 他这么说也不能说的是胡说 因为史记就是这么写的 于是定国号为夏 这很明显是在与前代中原王朝攀附关系 从而使自己的政权涂上一层正统的色彩 成汉的国号先是成后改为汉 306年八地族人李雄在成都称帝 因此定国号为成 338年 成国宗室李寿废掉李雄的儿子李七 而自立为帝 改国号为汉 因为李寿之前被封为汉王 所以后人往往将这个政权连称为成汉 南朝总共有四个政权 宋 齐 梁臣 这四个政权的国号都是因为创建者 沿用了在前朝的封决的名字 宋的国号来源于刘豫在418年被东晋封为宋公 419年被封为宋王 因此在420年他取代东晋称帝的时候 就见国号为宋 东建朝廷给刘豫的决位名为啥是宋呢 因为刘豫的祖籍在彭城 今天江苏徐州 彭城在春秋战国时是宋国的国土 国号与爵位名保持一致 既显示着承接延续 也表明从受封那一刻起 就已经预示着这个人日后所要创建的新政权 这个取国号的套路和取代上一代王朝的流程 大家觉得很熟悉吧 因为之前曹丕代汉 司马延取代曹魏的时候都是这么干的 而且南朝里宋之后的这几个政权们 也全这么干 还有再后面的那些王朝也是这样 都称传统了 为了与后面赵匡印建立的宋朝相区分 所以一般称刘豫建立的这个宋朝 为南朝宋或刘宋 齐的国号来源于萧道成 在479年被刘宋朝廷封为齐公 不久再封为齐王 之后取代刘宋称帝 于是建国号为齐 这个绝位名的由来是因为称语 当初刘宋朝廷本来想封萧道成为梁公 有人告诉萧道成 说有一句称语 金刀利刃齐义之 金刀利刃指的是刘宋的国姓 刘 大家可以拆分一下 繁体字的刘就明白了 义就是减除 而减除流的是齐 因此呢 萧道成让朝廷改封他为齐公 而最后定国号为齐 恐怕也是有应称方面的考虑 为了与北朝的齐朝相区分 萧道成建立的这个齐朝 被称为南朝齐或南齐 萧齐 梁的国号来源于萧衍 在502年被南齐朝廷封为梁公 不久进封为梁王 之后取代南齐称帝 于是建国号为梁 这个绝位名的由来是因为 当时有一首歌谣 说水丑木为梁 道教大师陶红景 援隐涂称 发现树处皆成梁字 于是他判选弟子 将这一结果告知了萧衍 萧衍就让朝廷呢 将他的封号由建安俊公 改为了梁公 后来又以此为国号 史称南朝梁 萧梁 臣的国号在中国各个王朝的国号里 是个特殊的存在 甚至是唯一的存在 因为国号与国姓一样 也就是臣朝的国号是臣 他的皇帝也姓臣 这个国号来源于557年 陈霸仙被萧梁朝廷封为臣公 不久封为臣王 之后取代萧梁成帝 于是建国号为臣 陈霸仙的封决明是臣 是因为陈霸仙的祖籍是影川 这个地方在春秋时属于臣国 且陈霸仙又宣称 自己是臣国王室的后裔 所以封决明便定为了臣 最后又成为了国号 北朝一共有五个政权 北魏 东魏 西魏 北齐 北周 北魏的国号是魏 北魏创建者托巴龟在386年 由戴王改称魏王 398年称帝 准备定国号 当时还有一番争论 因为有人建议定国号为戴 托巴先被之前建立的国家 就叫戴 后来被前妻灭了 托巴龟这是复国 所以有人就认为 得叫之前的国号 但是另外就有人提出 先前已经改代称魏了 魏具有美好伟大之意 并且是神州上国之名 应定为国号 于是托巴龟正式定国号为魏 有学者提出 这个神州上国 指的应该是曹魏 托巴龟定魏为国号之后 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东晋 他的意图就在于是 要表明自己是曹魏的合法继承者 是神州正统 不过尽管如此 北魏还是有相当多的人 私下使用戴作为国号 由于北魏的疆土在北方 属于北朝 因此史称北魏 以便与之前的曹魏 和之后的东魏西魏相区分 北魏在534年分裂为两个国家 两个国家的国号都是魏 以表明自己是魏朝正统所在 由于一个国家定都夜城 就是今天河北省邯郸市 临障县西南 其国土在东边 所以史称东魏 另一个国家定都长安 今天陕西西安 其国土在西边 所以史称西魏 北齐的国号是齐 源于550年 高阳被东魏朝廷 封为齐郡王 不久封为齐王 之后取代东魏称帝 于是建国号为齐 高阳的绝位名是齐 因为高阳市渤海郡条线人 就今天河北省 衡水市井县西边 这个地方在战国时 属于齐国的国土 为了与南朝的齐朝相区分 这个王朝史称北齐 北周的国号是周 源于557年 宇文爵被西魏朝廷 封为周公 不久代位称帝 于是以周为国号 宇文爵的爵位名是周 是因为宇文爵的父亲宇文太 掌权期间 根据周理进行了官制改革 而宇文爵被封在了七央之地 这是周朝的兴起之地 因此以此为爵位号 并最终成为了国号 为了以先秦时期的周朝 做区分 史称北周 隋朝的国号是独一无二的 此前此后都没有国家 取名为隋 这个国号来源于 杨中被北周朝廷 封为隋国公 其子杨坚承袭爵位 后又进封为隋王 杨坚取代北周称帝后 把爵位名改造了一下 就定为了国号 为啥说是改造了一下呢 因为杨坚的爵位 隋国公隋王的隋字 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隋朝的那个隋 而是隋变的隋 这个爵位名的来源是 西周时 在今天湖北省隋州市一带 有个诸侯国 叫隋国 北周的时候 在此地设有隋州 杨坚取代北周 要定国号的时候 按照传统惯例呢 需要以前朝封决名为国号 但是隋字 有隋从跟从的意思 之前的王朝 西魏北周都非常短命 西魏存在了21年 北周存在了24年 杨坚自然不愿意 自己新建立的王朝 是吧 跟隋这些前代王朝一样 短命啊 而且隋字其中一个偏旁 是走真 也能理解为 有立足不稳 慢慢走失了气韵的意思 总之不吉利 但是他又无法突破惯例 另起炉灶 于是杨坚就把隋字的走真去掉 定为国号 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隋朝的隋 隋朝的隋 与隋公隋王的隋呢 在这个字形字音方面变化不大 而且这个杨坚之前的这个封号 隋公隋王 他这个隋字 本来就可以省笔写作 这个隋朝的这个隋字 所以呢 他改了之后呢 也没啥问题 可惜啊 改了也百改 隋朝依然是个短命王朝 只不过是比他前两代王朝 存在的时间稍长了一些 存在了37年 唐朝的国号来源于 李渊被隋朝封为唐王 李渊祖父 西魏八祖国之一的李虎 在北周建立后 被追封为唐国公 妻子李炳席决 李炳去世后 妻子李渊席决 在隋朝末年被禁封为唐王 北周追封李虎为唐国公的 这个唐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陈云雀先生的考证 当然这里你读陈云克先生也行 这里我们不争了 他认为李唐先祖 出自赵俊李氏之破落户或假冒牌 而不是隆熙李氏 按惯例 进封的封号呢 大多从一开始的封号的地名 所隶属的较大区域里去选取 实在不行 就在一开始的封号的地名 临近的较大区域中选取 要是还没有合适的 那就另行选择一个新的 李虎在西魏时先被封为赵俊公 后来又改封为隆西郡公 因此北周追封时 封号就要优先从赵俊 隆西郡李去选取 与赵俊有关的古代国名是 晋中山赵魏唐 与隆西郡有关的古代国名是秦 这里面魏已经是北魏西魏东魏的国号了 所以不能用 中山是双字 而国公的封号一般是单字 所以也不能用 当时封爵之中已经有秦俊公宇文直 晋国公宇文户 赵国公李毕 因此秦晋赵也都不能选 最后排除下来 只剩下唐了 所以北周给李虎追封的封号 就是唐国公 与赵俊有关的古代国名唐 他指的是五帝时期 瑶的始封国唐国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当时众说纷纭 影响比较大的是三种说法 晋阳 就是今天山西太原一带 平阳 今天山西临坟一带 唐县 就是今天河北省保定市唐县 其中位于唐县的这些说法 显然是成了北周追封的依据 武则天建立的武州政权的国号的来源 有三个说法 或者说是这三个原因可能都有 第一 武士家族宣称武这个姓氏 来自周平王的小儿子姬武 而他们是其后代 因此武则天定国号为周 二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约 曾被唐朝追封为周国公 三 武则天向天下昭示 他将效法周朝 重建太平正式 武代指的是唐朝灭亡后 宋朝建立前 先后占据中原的五个王朝 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周 他们的王朝称呼前 之所以都有个后字 是因为他们的国号 此前都已经被其他王朝用过了 所以史学家加个后字 方便区分 后梁的国号源于朱温曾被唐朝封为梁王 而之所以给他的封号名是梁 因为朱温的老家在宋州荡山 就今天安徽省宿州是荡山县 荡山在战国时是魏国的地盘 魏国又叫梁国 另外 唐朝曾认朱温为宣武军节度使 至所在汴州 就今天河南省开封市 在战国时也属于梁国的地盘 朱温正是以此为基础 一步步成为了唐末最强的藩镇 并取代了唐朝 后唐的国号是对唐朝国号的沿用 朱温代唐自立后 占据河东的晋王李克用 继续遵唐朝政朔 宣称要复兴唐朝 与后梁展开了斗争 李克用是沙托族人 他的理性也是源于唐朝 给他父亲赐的国姓 最终在妻子李存旭时 称帝建国 不久灭掉后梁 李存旭沿用唐朝的国号 是为了表示之前以复兴唐朝为口号 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了 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人 后进的国号不是创建者自己取的 而是契丹人给的 这段历史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后进开国皇帝石敬唐 他原本是后唐的河东节度使 占据太原手握重兵 后来在朝廷的逼迫下 他起兵反叛 他以割让幽云十六周为代价 换取了契丹的支持 契丹封石敬唐为皇帝 国号进 因为石敬唐的父亲 跟随晋王李克用 从戴北之地开始征战 在太原兴起 后来石敬唐也是从太原起誓 而有天下 太原府的治所是晋养 于是国号就定为了晋 后汉的国号来源于 后进的河东节度使刘志远 在契丹灭掉后进后 他自立为帝 并将契丹驱逐出中原 刘志远宣称是 汉明帝第八子 淮阳王刘炳之后 于是改国号为汉 以显示政权正统 并回应当时中原地区 因契丹入侵 而民族情绪高涨的形式 后周的国号是因为 郭威自称是周文王的弟弟 国书之后 因为国与郭 因进 所以其后代就以郭威姓 因此郭威建国号为周 在唐末五代和宋初 在中原地区之外 还存在有十个割据政权 被称为十国 分别是前属 后属 南吴 南唐 吴越 敏国 南楚 南汉 南平 南平又可以称为京南 北汉 这十个国家 除了北汉在北方外 其余全部在南方 这十个国家的国号 大部分都是基于地域 所取的国号 而且很多还受到了 占据中原的正统王朝 比如唐朝 还有五代的王朝 所册封的王爵 而这些册封的爵位名 则是基于其所占之地而取的 因此 他们取国号 就和之前的很多王朝 取国号的方式一样了 只有南唐 南汉 北汉 这三个是例外 南唐的国号 源于创建者李汴 自称是唐宪宗之子 建王李克的四世孙 所以改国号为唐 这是十国里 版图最大 实力最强的一个国家 南汉因为占据岭南 所以一开始 他的国号 也是基于地域取的 叫月 后来因为刘衍 志在天下 而月这个国号 地域性太过明显 于是想改 那改成什么呢 刘衍自称是出身 彭成刘氏 彭成刘氏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 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 就是彭成人 刘裕自称是汉高祖刘邦之地 楚元王刘娇的二十一世孙 因此刘衍改国号为汉 北汉的国号来源于五代之一的后汉 郭威在取代后汉建立后州之后 后汉宗室河东节度使刘崇 在太原城里 沿用了汉的国号与年号 以表示自己是后汉正统所在 后州是建委 因其在北方 所以史称北汉 宋朝国号的来源是 赵匡印在后州时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 因此他黄袍加身取代后州之后 就以宋为国号 和之前很多王朝的国号来源于 创建者在前朝的封决明不同 宋朝的国号来源于 创建者在前朝的官之明 自宋朝之后 中国各个王朝 比如袁明清 他们的国号的来源 都与创建者在前朝的封决无关了 原因在于是改朝换代的形势变了 从汉朝到唐朝 这期间很多王朝的改朝换代 你可以去看看 往往都是本朝的全臣 先掌握朝政大权 获取最高的封决 然后通过善让的形势 来建立新的王朝 其国号一般也是取自封决明 但是自宋朝开始就实行了一系列 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的改革之后 此后的各个王朝 已经不会再出现 由内部的全臣所篡责的情况了 王朝的灭亡 往往是由于外族的攻打 或内部的农民起义导致的 因此 他们也就无法再通过创建者 在前朝的封决明来定国号了 宋朝以靖康之变为分界线 此前的史称北宋 此后的史称南宋 这样划分的依据 也是根据都城的相对方位 北宋都城在开封 南宋的都城在连安 就是今天杭州 辽朝有两个国号 契丹和辽 国号作为一个国家的标志 一般要保持稳定 不能随意修改 最起码你不能反复变动 但是辽朝不是这样子 辽朝历史上曾经反复使用 契丹和辽作为国号 比如辽太祖耶利阿宝基 称帝建国时 国号契丹 到了辽太宗时 改为辽 辽盛宗时 又改回了契丹 到了辽道宗时 又改回了辽 反反复复 而且有学者提出 这期间有的时候 还同时使用这两个国号 辽是汉式国号 主要是针对汉人 及部分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人 契丹是契丹族国号 针对的是契丹人 及其他北方民族 还有学者提出 辽朝曾实行双国号制度 就是两个国号连在一起 有时候称契丹辽国 有时候称辽契丹国 契丹与辽的具体含义和由来 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统一的意见 这里我就说一种影响比较大的 就认同的人多一些的一种说法 辽得名于辽河 契丹的意思是宾铁 当然也有人认为辽的意思也是宾铁 辽河是契丹族的发祥地 像关于契丹族起源的 著名的青牛白马传说 里面涉及到的两条河流 就是辽河的上游 因此以辽为国号 表示自己不忘本 契丹国号就是以族号为国号 它的意思是宾铁 宾铁是一种高质量的钢 打造出来的刀剑十分锋利 以此作为自己的族号和国号 取其坚韧锋利之意 在辽朝灭亡前夕 辽朝宗室耶律大使率部西迁 此后占据了今天中国新疆 和中亚东部等地区 他成帝后仍以辽为国号 史称西辽 关于金朝国号的由来和含义 也有争议 大概有两种说法 一是金太祖万亚阿国达 认为辽的意思是宾铁 取其坚硬之意 但是宾铁再坚硬 最终也得坏 然而金却不变不坏 于是定国号为金 二是女真族完颜部的发祥地 是暗出湖水 就是今天松花江的一条支柳 阿石河 这条河里产金子 因此以金为国号 西夏的国号来源于晚唐时期 李元浩的祖先 党向平下部首领托巴斯公 因为帮助朝廷镇压皇朝旗有功 被封为夏州节度使 夏国公 次姓李 后来李元浩的祖父李继谦 父亲李德明 李元浩自己 先后被辽朝封为夏国王 所以等1038年 李元浩成绩建国的时候 国号就定为夏了 又因为他在北宋西边 所以史称西夏 不过夏这个国号 只是李元浩对宋宣称的 符合汉人习惯的汉史国号 李元浩还设立过一个党项语国号 用于国内使用 这个国号叫什么呢 相关资料中记载的都不一样 有的叫邦尼定国 有的是邦面令国 还有邦尼顶邦尔定 这个显然就是因为宋朝人 他采用音译的方式 而造成的书写的不同 因为原本这个是党项语嘛 他要翻译成汉语 根据现在考古发现的 西夏文碑壳资料 意义为汉语 它的意思应该是 白上国或大白高国 元朝的国号大元 来自易经大灾前缘 大灾前缘后一句是万物滋始 连起来的意思就是 蓬勃盛大的前缘之气 万物都要依靠它来产生 元世祖忽必烈认为 元朝疆域之广 超过了中国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因此在国号上要突出大 元也是大的意思 所以最终定了这么一个国号 元朝是第一个以抽象的名词 作为国号的王朝 之前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取国号 要么是来自创建人 在前朝的封绝名 要么是来自自己的发迹地 要么就是承袭之前一些王朝的国号 但是元朝没这么干 事实上他就是想这么干也干不了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 他作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 既没有前朝的封绝名 也无法承袭前代汉人王朝的名字 至于发迹地 他已经有大蒙古国这个国号了 而这次要取汉式国号 目的就在于要消除种族色彩 避免汉人有外族入侵吞并之感 通过表示承接中原历代王朝统绪 来显示自己的正统性 因此也就只能用这种抽象名词来做国号了 大元的国号确立后 大蒙古国的国号并没有被废除 只是在汉文文书中不再使用 蒙古文文书中依然使用 通常是与汉式国号并称 叫大元大蒙古国 在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 元廷退守蒙古本部 此后史称北元 之前听到过一种说法 说从元朝开始 王朝的正式国号中加入大字 所以元朝的国号不是元 是大元 后面就是大明大清 此前的王朝有同样教法的 比如大秦大汉大唐大宋 那都只是尊称 而不是正式的国号 正式的国号就是秦汉唐宋 不过我在阅读史料的时候 确实看到过 有的史料记载之前有的王朝 那在正式国号中也有加大字的 因此我对这种说法暂时存疑 回头我再详细研究下 有机会做一期节目讲讲吧 明朝国号的来源有多种说法 有的认为来自明教 有的认为来自白莲教 韩山童刘福通通过白莲教组织 反元起义 他们宣称天下当大乱 弥勒佛下生 明王出世 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尔 被拥立为小明王 朱元璋在没有称帝建国前 名义上就是小明王的下属 因此朱元璋在称帝建国后 就立国号为大明 他这么做的意图就很明显了 一是为了显示自己在各支红金军 起义军中的正统地位 自己是承接小明王的 二是告诉天下人 如今大明建立 动乱中旨 明王已出世 就是我朱元璋 此后人世间将会进入太平世界 还有的认为 明朝国号出自 异京大明中史 与元朝的国号出处 大灾前缘上下文相连 朱元璋这样取国号 以象征元明之间正统善替 宣称明朝将会承接元朝的正统地位 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 崇祯帝自以身亡 明朝宗室在南方相继建立多个政权 史称南明 直到1662年被清朝锁灭 清朝的国号一开始叫金 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称韩 定国号为金 其寓意很明显 因为之前女真族曾经建立过金朝 如今努尔哈赤建国 认为这是女真族事业的重新复兴 所以沿用了之前的国号 为了同之前万亚阿古达建立的金朝相区别 史称后金 随着局势的发展 后金统治下的国土 民族和人口越来越多 金这一带有明显民族意义的称号 已不再适合继续使用 因此在1636年努尔哈赤之子黄太极称帝 改国号为大清 关于这一国号的游览和含义 也是众说纷纭 没有什么统一的意见 别看清朝留下的史料是中国历代王朝里最多的 说号如烟海都不为过 但是关于他的国号的含义 却没有任何文献予以说明 因此史学家只能是通过蛛丝马迹去推测 一种说法是这个国号来自满语 说满语中的清和金 发音相近或相同 因此这次改国号 其实就是把对应的汉文改了 一种说法是 可能是来自满语中的一个蒙古语借此 代清 那大清国的意思就是上国 也就是至高无上之国 或善战之国 也有一种说法是来自汉文 出自管子 里面有一句 敬大清者是乎大明 还有一句 见于大清是于大明 这明显就是要在国号上压明朝一头 还有一种说法是 在五行方面 明是火德 水克火 因此定国号为大清 清朝是水德 你看清的偏旁不守 都是三点水 而且当时还把族名改为了满洲 其偏旁不守也是三点水 以上这些只是关于大清国号的 由来与含义的诸多猜测中的几种 总之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 学界对此也是争论不休 关于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 国号的由来与含义就介绍完了 这里介绍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的王朝 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或偏远的王朝 以及一些在王朝末年 由农民起义军等建立的诸多割据政权的国号 因为太多了 就没有说 希望这期节目可以帮到你 对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王朝的国号的来源和含义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好的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